近日,网传上海白马会所存在有场陪视的情况,有网友爆料称,一名会所人员在生日当日,还收到很多归众礼物,引发众人关注。 26日,一位自称是该会所的前员工,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,网传的过生日事件属实。 26日下午,针对网传该会所存在有场陪视情况,北京青年报记者依市民身份向上海市静安分局南京西路派出所询问,接通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,旺旺大厦的白马会所,昨天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,白马会所昨天已经冲掉了,昨天已经被抓掉了。 工作人员说,随后,白马会所所在的旺旺大厦工作人员,也将北京报记者证实,该会所现已停止营业。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王天琪、张月芒,去唱实习生张耀林,更多精彩内容,请关注Q&N。